玉里镇公所为了强化并将政令宣导服务触角 广宣到警政单位 25号尚姆特别协助玉里景分局建制了14台 易经电视作为电子公布栏 取代张贴式杂乱无章的各式政令宣导海报 化繁为简不仅让分局的门面干净整洁 各项预防犯罪宣导内容也都一目了然 玉里镇长蔡秋龙与玉里景分局分局长陈卫文 结束了简单的建制仪式后 原本以海报文宣来进行政令宣导 预防犯罪或者毒品防治的宣导工作 现在全被这一台建制在公布栏上的电视墙所取代 其实这个装饰的原因就是我们分局长辅上任 就发现我们分局的门面 就门口的窗户都张贴一些宣导的海报 那显得非常的凌乱 那分局长就试想说可不可以 就是透过这个电子布告栏的方式 来做一个改变 就是替代在政公所的协助之下 那今天能顺利的装设 政公所提供了14台电视协助玉里景分局 辖区各所建置电子公布栏 也进一步强化政政业务的宣导 一改以往 分局玻璃大门上贴满海报杂乱物章的景象 取而代之的是图文并茂 资讯简洁有力的来呈现 分局门面变得整齐清洁 资公门眼睛也未知一亮 为了强化玉里镇公所 政令宣导服务触角 玉里镇长蔡秋龙 特别花费7万多的经费协助警方建置电视资讯墙 结合警方提升预防犯罪 毒品防治等宣导服务 这次就是说金油三家厂商的比价 我们就是这其中的最低价 然后每一个派出所都装置一台 这次费用是我们自己变得的 对这是我们所内 就是说我们资公所借给我们各派出所 包含分局这边的装置 随着宣传科技系统日新月异 玉里镇长蔡秋龙协助玉里警方建置电视资讯墙 让警方各项法令宣传 也能同步跟上这资讯传递标注的时代 记者是玉人玉里采访波动